三月份的北京相比香港还是有一丝丝寒意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就是北京华冰费尔蒙酒店了 那么来自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就在此下榻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边是有非常多的北京的公安叔叔们正在维护酒店附近的秩序 确保我们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安全 也是确保我们下午会议的顺利召开 那么就在下午呢 我们来自港区的全国政协委员们就在此出发 前往我们人民大会堂开始今天下午的全国两会政协开幕式 大家看这熟悉的大柱子 没错我现在就是在北京地铁里 那稍后呢我们就将用这种最最接地气的方式来前往全国两会的现场 今年的全国两会呢 东南传媒也是派出了采访组附近采访 我们将会为大家推出直击全国两会 相约两会 代表新生委员新生等的新闻栏目 为大家直击全国两会